刚才看到了失业率 其实景气低迷 要找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 许多希望创业的民众 现在纷纷地把目光 投向改装货车开启商店 从最常见的餐车 food truck到卖衣服的服饰 饮料甜品等等 南加州现在小货车商店 越来越多 成为了一种新兴的小本创业模式 在洛市市中心 许多中午初来觅食的上班族 都会直奔就停在公司大楼外面的 美食餐车 点一份特色料理 在户外大快朵移 别有一番趣味 甚至连饭后的甜点 餐车上也能买得到 这辆造型可爱的餐车 主打杯子蛋糕等甜点 老板娘说去年冬天 开始入行餐车行业 起初生意清淡 但进入夏季后 便开始渐入佳境 流动餐车开到哪儿 店就在哪儿 满足顾客味蕾 成为新的流行风潮 现在在卡车上 不仅可以买到美食 也可以买到漂亮的衣服 下面我们就带您去看一看 走进这辆服饰货卡店 不仅眼前一辆 车内经过精心不值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角落还贴心设有迷你更衣室 方便顾客食衣服 西岸流动零售协会介绍 南加的货卡店 现在百花齐放 除了卖车卖衣服 还有人在货卡上开鞋店 花店 文具店等等 这些造型功能各异的货卡商店 在街头巷尾穿梭 为洛杉矶这个多元大都市 注入更多活力 18台新闻洛杉矶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